现在呢是民主的时代 讲求平等跟权利 那么有人说佛教是非常民主的宗教 不但重视所有人的权利 能够将权利分享给所有的人 也能够尊重所有人的意见 那么究竟佛教的平等是如何的平等法 佛教权利指的又是什么样的权利 佛教的分享又是如何的分享法呢 我们下就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名词 在附近里面没有 说民权呢民主呢权利的平等呢 在附近里面没有 可是呢在释迦牟尼佛啊 成佛的时候就说 一切众生呢都跟如来完全一样 也具备啊 就本来具备像佛一样的智慧 是一样的佛德 只是呢没有开发出来而已 这一句话就说明了 基本的权利是相同的 基本的功能呢是相同的 那我们再看 释迦牟尼佛有了很多弟子之后 也就是有了一个他的团体 这个叫做僧团 这个僧团呢 就是出家人组成的一个团体 那释迦牟尼佛他曾经这样子讲 他说我不领导啊 生重 我自己呢也在生重之中 我也是生重之中的一个分子 所以因此呢 佛教有个观念 就是一重领重 以重靠重 以生事生办 生事生断 生事生觉 的意思是说 大众的事 大众来办 大众的事 大在来就定 大众的事 大众来做判断 所以公平的 合理的 由大家来处理大家的问题 分担大家的责任 这个是 生团的一种 生活的方式 那么对于在家居士来讲 是不是也是平等的 对于在家居士来讲 在家居士和在家居士本身 也是平等的 那么在家居士和这个 出家的地址 是不是平等的 因为生活 不一样的环境呢 这个不能够平等 所谓 出家人 一定是要由 所谓在家人 来供养的 而出家人 受了供养以后 他要做什么呢 要为在家的居士们 作福 要为在家居士们 说几句 福法 那么现在呢 形成了 像南川的 像泰国 斯里兰卡 缅甸呢 他们这个和尚突破以后 得到了饮食 会给他念经 或者现念经 然后再受饮食 或者说几句 这个祝福的话 其实 经 是释迦牟尼夫说出来 教人家照理去做的 就是我们讲的开示 也就是红法 就是说 你给我是我 我给你法 那彼此互相 得互通有无 这个是不是平等的 也是平等的 那么另外呢 是不是男女也是平等 这个问题呢 一直讨论到现在呢 好像有了定论 也好像还没有 在释迦牟尼夫的时代 他最初呢 没有女众出家 但是他的姨母要出家 他子妻的太太 就是还没有出家 以前的太太也出家 结果呢 带了很多女众啊 来出家了 这个时候 你的印度啊 因为 这个非常的 这个不是那么的安全的 自安不是那么的好 女性呢 一定要有人去保护她 没有人保护她们的话 很可能呢 受到外来的欺负 所以规定呢 女众的这个寺院 不能够离开啊 男众寺院太远 而女众的寺院里头 每一个月 要派男众的法师 长老去 关怀她们 去给她们说法 去给她们呢 这个鼓励 这个事呢 好像看起来不平等了 为什么不派女众 到男众这边来 照顾男众 为什么不派女众的长老 到男众的比丘的 身团里来说法 在那个时候 应该说 佛已经是很民主 印度不要说是男女不平等了 就是总性阶级也非常深严的 有贱民阶级 有贵族阶级 这分成了四个阶级 这男女的这个 一个社会地位啊 相差非常悬殊 但是释迦牟尼佛说 这要出家的话 女众男众都能成乌鲁汉国 都能够成乌鲁汉 这是平等了 如果在家人 只要学佛的话 因为在家人还有家庭 所以能够成到三国 就不能争乌鲁汉 为什么 没有理由 他还有家庭 他自己心理上也好 胜理上也好 观念上也好 还没出家 还没先出家乡 所以是呢 就是只能够争三国 不能争四国 另外呢 所以权力的分享是什么意思 权力的分享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人 人格上 基本上完全是平等的 乃至于杀米是平等的 杀米吃的 用的 跟比丘是一样的 不过受的教育不一样 所以这个给他们的照顾也是不一样 还有呢 杀米做杀米的工作 这个比丘呢 就是大的比丘呢 就是大的比丘的工作 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 小孩子是小 小孩子做什么 小孩子的工作不能跟大人完全相同啊 如果相同的话就变成同工了啦 我们生团里边 假如有人呢 不知道福法 不懂得戒律 有没有资格投票 不能投票 为什么呢 你不懂得戒律 也不懂得福法 你说乱投票了啦 你只会乱用权了 这个呢 比我们现在的社会 可能更合理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成年以后 你就对投票权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这样的 所以在生团里的这个平等和权利呢 应该比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的时代啊 是更了合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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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